主料,搞筋面粉200克,全麦粉60克,水150毫升,酵母3克,糖40克,盐4克,黄油15克,粉加酵母,糖,盐,用大约40度的水搅拌,油和争光滑的面团,再加入黄油,让面团有盐斩性,盖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一小时,发酵的面团从四中向中间折叠几次,排出空气, 折叠面朝下放好,放温暖处再发酵一小时,发酵到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大的面团,再折叠面团,排出空气,分成四等份,用保鲜膜包好行半小时,面团用擀面杖轻轻擀成掌桥,从左往右卷起来,也可以抹果酱或者奶酪再卷,卷好面团两边收好口,放入烤盘,封保鲜膜,放烤箱中层, 下面放一颗热水再发酵半小时,发酵好的面团用锋利的刀划裂纹,喷水或者刷淀粉水,抑或拍淀粉,再撒水都可以,入烤箱中层190度上下火烤18分钟左右,喜欢脆一点表皮就多烤一两分钟,根据自己家烤箱调整吧,快好了要盯紧, 防止糊,烹饪技巧,面皮全好后两端和边缘要收紧,不然会烤成开花馒头,跨裂口要找一把锋利的刀,轻轻换一刀,我的刀顿了,只好狠狠来几刀,结果口大了,不过不同的略纹有不同略纹的美,想要那种白霜一样的表皮,可以直接拍一层碟粉上去再喷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